還好嗎 很痛 還叫救護車了 到家叫救護車了 機車騎士跌坐在地上 全身有骨折 表情痛苦 全身是血 我在國家行程 我們跟一部機車插轉 在國家行程 對 轉彎的時候 跟一部機車插轉 請警察過來處理 有人傷 客運司機 嚇到忙著打電話叫救護車 熱心的民眾 也上前幫忙關心 騎士的傷勢 你家裡有給電話 蛤 爸爸電話給我好嗎 不久救護車抵達現場 消防隊員幫男子初步包紮 趕緊送一擊救 他就是看到他 把他滑行 把他撞掉 他頭幾位 公車都沒吃什麼 他就已經喘著鏡子撞傷 他騎得很慢 我不夠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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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起車禍 20歲的機車騎士 從國家行程 熱離三街準備右轉 一次過彎的幅度過大 失控撞上準備左轉的客運車輛 當時車上有20多名乘客 全都聽到巨大聲響 他不知道怎麼跑出來的 我們車頭都已經來這裡了 那不知道怎麼鑽出來 不知道從哪裡鑽出來 很大聲就對了 他自己鑽不碰 然後我們就趕快停車 在安樂區國家行程 社區前 有一部機車疑似因操控不當 自摔後插撞對象的大客車 造成機車騎士受傷 在此呼籲各位用路人 在過彎或轉彎處務必減速慢行 由於這個三叉路口 是國家行程的聯絡道 加上一旁有上支貨櫃場 大型重車進出頻繁 過去就經常發生大小車禍 這邊是真的很危險 因為剛好轉彎地方 然後不管是機車也好 大車小車客車都要特別要注意 因為這邊剛好一個三角地帶 三個角落的地帶 所以在這邊經常發生危險 那我們也希望說 在這邊開車過來的 或者大型車輛 像客運公車都要特別的注意 那麼小車輛也是一樣 機車也要希望他們都慢慢的開 這個地方因為剛好在上坡 上坡上來之後要左右轉的時候 這個地方是特別的危險 特別的險要 所以大車也在這邊 剛好回轉的時候 也相當的要注意這個安全 機震顯示 機車自摔後摩擦路面 在撞擊客車 研判造勢原因目前還在查證中 好在騎士經過送醫急救 沒有生命危險 至於造勢的真正原因 仍有帶警方釐清調查 記者 黃少鳴 基隆報導